完了完了,这次是绝对完了 华翔北维修面容最大的一家弹壳被抓了 大家都叫我聊聊昨天长远老板被抓了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长远是谁 我给大家讲一下 长远是华翔北这边一家搞手机维修面容修复的 就是给同行准备机器的,也做零售 弹壳在飞扬的四楼,规模做的事挺大的 光技术维修工作人员就有四十多个 在华翔北来说,他是搞维修里面熟一熟二的 但是昨天晚上被抓了,老板也进去了 没收了弹壳的所有机器 机器的数量据说高达有两千多台 当时我就在现场工商从六点差到十二点多 事情的起义是这样的 据说是一个丢失的丧机机过来维修 别人报警了,定位就定到这里 所以这家维修的机子一起打包,直接一棍单了 我之前就说过黑机千万不要碰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黑机 黑机就是有ID的机子 还有显示丢失模式的机子 还有就是盗墙的机器 我前几期视频也讲过 为什么不能随便回收手机 为什么说回收手机需要拍照 一旦回收到ID机,盗墙机就是犯法 长远被抓还有一种说法 我听说是被同行举报了 不然不可能在机器最多的时候被一棍单 还有的说是搞维修需要授权才行 没有授权好像也是违法的 说什么修面容侵犯的知识产权什么的 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不管是哪种原因 今天的华江北市真心不容易 长远被抓后的第二天 就对外宣布了公司倒闭 团队解散 通过这件事有什么感悟呢 很多同行在抱怨说 这才刚解封几天 查获这么迅速就跟上了 就不能缓缓吗 我恰恰不这么认为 通过事情看本质 今年查获时间周期之长 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看出是动正格的了 所以我希望走在灰色地带的大小声音人 一定要收敛自己 小心使得万年传 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彤彤书马 带你看最真实的华江北 版本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